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级保护植物 水母雪兔子 它是生长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 海拔4500米左右的雪线附近 尤其是雪线附近的高山流石滩里 它的特点来想的话 主要是集中在它的结构和功能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张图 整个的水母雪兔子 从它的叶片一直到它的花蕾 全身是密密麻麻地 披满了很多毛茸茸的东西 好像穿了一件绵毛大衣 再加上它中间的这个镜 它的跟镜的这个镜中间是中空的 所以它有非常好的保暖作用 第二个方面 它的特点体现在什么呢 就是我们通过对这种国家保护 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的组织液 进行分析以后发现 它对于紫外线的寝食和极端温差的破坏 有很强的这个修复能力 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呢 你也可以看到这张这个图片 它有较强的防雨作用 正是由于这样的一层融 它就可以防止大风啊大雨啊 对它花粉的充实和破坏作用 最大限度的来提高开花结果的成功率 物以稀为贵 第一个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体现在数量少 规模小 生长周期特别长 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是生活在这个高山的这个流石群里面 这样的话它的根实际上来讲是非常粗 而且非常深 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在整个这个严酷的自然环境下 能够生存 物以稀为贵 第二个方面 现在我们发现它有很多的药理作用 尤其是这个全草入药 经过我们分子生物学的这个分析 发现它对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以及高反 高原反应 有着明显的这个预防和治疗作用 这张图呢是 齐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拍的一张图片 通过这张图片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生存环境来讲的话 非常的严酷 那么它在我们整个青藏高原 生态环境保护中可以说扮演了三个角色 第一个角色呢就是精密的传感器 因为据现有的这个科技手段来分析 发现这种水母这个雪兔子呢 它是伴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 而新产生的一种野生植物 这样的话我们对这种植物的分析 就可以看出青藏高原的昨天 今天 并且呢我们还可以预测未来青藏高原的变化 尤其是青藏高原暖湿化的这样的一种变化趋势 第二点呢它起到了一个保护器的作用 因为正是由于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种水母雪兔子的特殊的功能结构 它还有温室结构和这个垫状的基底 这样的话 它对于我们脆弱的高山草垫 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你如果是去到我们青藏高原的 有一些地区去看的话 就会发现 只要是我们水母雪兔子 这个长势比较好的地方 其他的高山草垫植物群落 长势也比较好 通过它的组织液花粉的传播 乃至于其他基因的传播手段 它对于整个高山草垫的 其他植物群落 起到了一个稳定的作用 换言之 正是由于这种水母雪兔子的存在 我们很多的植物群落 才能保持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没有它 很多植物群落将会消失 对于我们整个青藏高原的 动植物的生态系统 将会有着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 非常非常的珍贵 最好不要碰